新一届90个立法会议员下个月3日宣誓就任 由于立法会大楼需要扩建 半数议员日后要搬到隔离的中信大厦开放式办公室 有当选人担心欠缺私隐 新一届立法会会期即将开始 当选人先参加迎新日 导赏团分上下午两个时段举行 上午参观的包括梁熙、林素惠、朱国强、龙汉彪和霍启刚等等 在现任主席梁军燕和秘书长陈维安培同下参观会议厅 因应宣誓的时候要符合国旗及国会条例 会议厅已经改过了国会 我以前来过立法会 但作为来发表意见和公众人士 今天有机会看到里面的运作情况 我相信心情就像一个新生入学 看看班房、图书馆 之后又参观其他会议室 由于新一届议员增加到90人 大楼需要挥建 工程2025年才完成 有45个议员和他们的职员 日后要到大楼旁边的中信大厦 或临时的开放式办公室工作 又当选人说欠缺私隐 与其他党派的议员 用一个共通的办公室 这个我们做不到 如果是这样我们不会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的资料 我们的沟通 可能我们要小心管理 而在一个阳光之下的办公地方 我们是做不到 这间我们用之前 一个国际级的会计司行 就在用的 那你觉得会计司行 他的私隐程度 是不是需要高呢 会计司行那些数字 被隔壁人看到 去炒卖股票也可以 五个了解 当选人依据议会之力 决定优先选择权 而和政党的议员 会尽量聚集在一起 现届立法会有31个议员连任 相信可以先选择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